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民间大会相当于是咱们前面的私人小本 然后还有个新模本 然后这个新模本 这次应该是不提案 主要扑在我 我还没做完 我是来自微信区的玩家 我是微信区国色天香的公孙无名 是来自指尖江湖微信区秦王殿的问蝶 我来自微信区秦王殿的醉墨山河 我的ID是图里 QQ山区点亮花的 他们都教我军军 我来自微信区 然后是大美江湖服务器的路人网 我是来自QQ区纵横江湖的蓝信尧 之前玩断游也玩了好多年 现在在在玩手游 谢云流我觉得它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它会涉及到一些操作方面的内容 而且它的密集不同 还是有一些流派上面的区别 所以我觉得谢云流它是PVP方面如果玩得好 会是比较强的 但是不是说一个非常好上手 非常简单的角色 有一定挑战性 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很帅 很讲究它的一个玩法的一个切入时机 就是我觉得适中挺符合我的一个感受 而且我自己也很喜欢 你看这个角色 可能因为有之前的短命做打底吧 觉得相比较起来的话 没有想象中的特别难 然后而且在大师赛里面PVP的表现 好像还蛮优秀的 谢云流也是直言浆湖目前为止 第一个5技能的角色 大家可以在上线之后都玩一下 还是挺有创新的 这个角色在我们内部体验来看 它的外海是比较强势的 它有一个很强的斩杀能力 对于它自身的那个保命能力 还是相对没有当年唐检出来的强 还是有一定挑战性的 有几个BOSS的技能设置是非常有意思的 如果你能发现它这个技能设置的一些点 打起来就会比较容易 但是如果发现不了它的这个BOSS的技能机制 就会非常的难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挑战的一个本 当然在这个BOSS的机制被大家所熟使之后 可能就会像心魔一样 变成一个比较周长或者日常的本了 这个新副本还是挺考验一个操作性的 从BOSS的一个破招的一个组合机制 一个各种各样的特色玩法 比如说是陆威楼的一个随机的一个躲招 还有一个坦克的一个作用 我都觉得指尖是做得越来越好了 充分体验到这种玩法的一个开放性 创新性 看起来很凶残 但实际上大家自己去体验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本还是蛮好玩的 蛮有乐趣的 跟自己朋友啊 什么在一起来去开荒 来去一起打打打闹的过这个本 我觉得乐趣就带死了 因为我是从端游过来的嘛 有一些端游老副本那些设置的机制 一些有些引流过来 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很多老玩家来说是很不错的 而且它的整个副本的机制来说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对于老玩家来说不会太简单 但是对于新手来说也不会说是真的很困难 是属于难度都比较各方面都比较失踪的一个问题 我相信绝大部分玩家都可以通关的 首先从整体上来说觉得西山居的整体氛围很好 大家都很nice 然后对玩家也是有这种和小伙伴一样的感觉 另外一个就是从行程上面 还是对大家比较宽松的吧 没有说是不能带手机啊 不能在外透露信息啊 要签保密协议这种整体感受是挺好的 非常赞 既有把我们一些老玩家的一个建议跟心声给他说出来 也有采纳我们这些老玩家的建议 如果下次还可以的话 还希望继续来常见版本 稍微有一点点遗憾没有看到常见就是角色相关的 但是能体验到很多新的那个副本的玩法 新的副本 包括找回的这种久违的开荒乐趣 我觉得很开心 很开心 越做越好玩法越来越多 剧情越来越丰富 希望能够上榜成为前十的潜力游戏 这个是法子真心的加油 谢谢 在兼顾PVP的同时就是副本可以多人化一点 多一些玩法吧 住指尖江湖玩的人越来越多 开服完到现在 我自己也突入了一定的感情 好像跟他们又像家人 又像朋友那样 我肯定希望指尖江湖越来越好 我觉得指尖江湖是一款 集合了很多手游园 创呼剑三端游那边的元素 引进过来的东西 我希望它的这一块 能够越做越好 当然了也希望 它不要丢掉自己的特色 指尖江湖真好玩 各位我也真帅 也是希望能看到 它越做越好 就是至少有一天 现在我们都已经可以很骄傲地说 我们是玩着指尖江湖这个游戏的了 我希望就是有掉一日 我们可以更自豪地站在 更多的人面前去说 这个游戏有更不那么好 我们在每次提到它的时候 就觉得指尖江湖真帅 作为真好玩 希望指尖江湖这个游戏 可以越做越好 有更多的小伙伴加入进来 我们这里的氛围非常好的哟 指尖江湖真帅 我会为真好玩 完成的 我们在这里说 我们热门货 我们在这里送 我们来越来越来越想 我们去吧 我们来越来越来越多了 我们在这里 我们去越来越历越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感谢观看